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解闷 便想了个主意 哎 真无聊 就不能有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哈哈 我就去戏弄一下葱泥吧 哇 这有好多的糖啊 有糖啊 哇 泡泥 哪有糖 糖啊 我看没有人来 就都给吃了 真的吗 真的有糖吗 真的 要是你来得再早一点 我就给你了 哎 反正都没了 葱泥不知道帕尼在骗他 沮丧地回了家 帕尼觉得骗了葱泥很有意思 哇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香蕉啊 这香蕉可真是又大又好吃 帕尼又开始说谎了 这时 在树上玩了贝吉 听到有人喊香蕉 便跑了过去 帕 帕尼 香蕉在哪儿呀 太可惜了 贝吉 要是知道你要来 我就不吃了 那么说 你把香蕉都吃了 是的 对不起 你刚才怎么不快点来呢 我总感觉有些奇怪 帕尼 你是不是在骗我 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贝吉不相信地摇着头走了 帕尼这时便哈哈大笑起来 帕尼又喊了起来 哇 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球呀 谁想要这个球 快来呀 卡丽一听到有漂亮的球 就立刻跑到了帕尼那 帕尼 球在哪儿 太可惜了 怎么了 没有球吗 不是没有球 而是小熊刚才来过 他说很想要那个球 我就把球给他了 是吗 要是你再早一会儿就好了 我一听到你喊就跑过来了 小熊怎么可能比我来得早呢 你是在骗我吧 没有 是真的 要是你再说谎 你的鼻子就要像皮诺曹一样 一下子变得长起来 我没有说谎 卡丽生气地走了 看来他们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现在不能再骗他们了 这时传来了朋友们的喊声 帕尼 快过来 一起吃新鲜的水果呀 新鲜的水果 哈哈 你们是为了报复我 所以说网骗我 我早就知道了 看帕尼我多聪明 又听到了大家的喊声 帕尼 快过来一起吃水果呀 再不来的话 我们就都给吃光了 哎 好饿呀 你们骗不了我的 这是什么味儿 好像是水果的虾味儿 不 不会的 帕尼认为自己骗了大家 大家也一定是在戏弄他 奇怪 我闻到的真的是水果的香味儿 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 帕尼朝着水果香味儿跑了过去 卡丽 聪明 贝吉 不吉 挺着吃饱的肚子坐在那儿 周围都是些吃剩的水果皮 帕尼 你来了 你现在才来怎么办 我们已经把水果都吃光了 对不起 我们都吃光了 没关系 帕尼把糖和香蕉都吃了 现在一定饱了 对 帕尼没吃到水果 没关系 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吃 看吧 这就是你骗人的结果 哈哈 哈哈哈 我把糖和香蕉都吃光了 我把糖和香蕉都吃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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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